法主席有请司法院林秘书长 大法官书记处吴处长 以及法务部法治师犯参事 请吴处长还有法务部犯参事 陈委员你好 秘书长请问你 台湾高等法院有几个分宴 本院院本部台中台南高雄花莲 四个 我刚刚看你资料 单单某一分宴 申请减刑的案件高达28案 总计这个分宴就84位成省法官 应注意而未注意 刚刚这个提案 秘书长 所以有时候你讲话 真的要好好的这个思考一下 再讲 上一次我在这里的时候也跟你提到 现在司法院 恐龙法官 菜鸟法官 酒肉法官 怠多法官 现在这个是什么法官 这个是怠多法官 我看是应该在睡觉 84位这个法官应注意会注意 所以不要说你 常常讲说你们法院这个大家都清劳 工作同仁都清劳 你看 刚刚这个提案我看到我就吓一跳 所以为什么人家 台湾人民现在不相信你司法 我觉得 司法院真的要好好大力改革 今天这个案子其实我是蛮期待的 但是都是原则性的 没有法条上的处理 希望这个部分能处理 那我常常觉得说这个 我们司法 我想请问一下秘书长 在你们学法律的人 你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那就是追求公平正义的实现 审判独立然后追求公平正义的实现 这就是我们核心价值 现在我们这个很多人寄望说 到最后司法能够还以公道 很多人寄望很多人寄望说 这个司法像你这样能够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 能够让我们各方面的人权也好获得保障 大家对这个都有期待 但是事实上我们就有很多个案 卡在你们司法体系 有时候好像又是在你们法务部 有时候又在你们司法院 但是政府总是只有一体的 不可能说你们司法院的事情 这是我们法务部的事情 所以我常常觉得这很奇怪 很多案子的讨论到最后都无疾有中 大家互推皮球 真的互推皮球 这种案子很多 那刚刚讲了 你说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这个民主时代司法也要服务人民 要维持社会公平正义 这才是我们中心的核心价值 所以你现在很多案子就有问题了 我请问你 林立夫的案子 这个也是制度上的缺陷 我再次强调我不是帮林立夫讲什么话 我只是强调法律之显然很平等 今天报纸我看得吓一跳 違法附中任公职查了一年 一个都没划 一个都没划 今天报纸七十四个里面 担任政委担任人大都没划 那我请问你 林立夫现在哦 到底是哪里人哪一国人 委员提到那报纸上那 这个至少不是这个诉讼的案件 就是要处罚刑 那个好像不是司法院所掌理的事项 对我知道 我是说我们这个 这个也是法律的一种 大家面对两岸关系人民条例 是不是要一致的处理平等 我现在要请问你 国王部到目前都是用犯法的方式来处理 用投敌罪来通缉 那这个 这个是依照陆海空军的刑法投敌罪 那如果是刑法上是助敌罪 那所谓 这个敌国是什么样的奠利 什么叫敌国 那个 就法律吧 我问你啊 这个是国防部相关的 那我问你 新闻上敌国 助敌罪是什么是敌国 什么是敌国啊 你们说明一下 通常是两国交战之下 那当然对方就是一个敌国嘛 对啊 所以你现在 不论是从助敌罪或者投敌罪来讲 都是 处罰是指 在以外国开战或即将开战其 内的助敌或投敌行为 这个才是助敌罪啊 这个才是投敌罪啊 什么叫罪行法定主义 现在两国有开战吗 有即将开战吗 可以用这种 这个符合罪行法律主义吗 民主长 我这两位 你们都学法律的 我请问你们 他当时触犯的是 陆海空军刑法啦 这一部分 那这一部分也不是司法院 当时是什么时候 他那个通缉的案件是非常早 对啊 他跑到那边 我们 我们刑法 或者是陆海空的刑法 空军的刑法 是不是有一个 这个所谓的 法律的有效期啊 因为这样规定啊 刑法是有规定多少 多少年 你讲的就是有效期是追溯期间 追溯期间 对啊 几年啊 这要看那个 他的法定本刑是多少 有不同的 最长多久 最长 最长有到 三十年 三十年 以前二十年 对啊 所以林立乎都已经超过三十年以上了啊 那你如果说 林立乎现在还在通敌 那现在很多人在通敌 是不是要通敌罪来办啊 而且这些将领 现在都领 你国家薪水哦 中生奉哦 这些将领在讲什么 讲 这个 两岸都是中国军 这中生子 这些放 这些放话的 这个 这个要不要办这些 这些将军啊 这才法律 法律之前人人拼人嘛 对不对 如果啦 要追求这个公平正义 这个都要一并主张 现在我问你哦 这个 如果 我们把政府 如果把 中国认为是 敌人的话 目前也对我们林立乎 发布通缉 我们两岸不是早就 有签署这个 这个司法的附助吗 国防部也没有 能不能请那个 那个海机会像 海协会呢 提出这个 引渡的要求 这个也没有做啊 对 再过来我问你 国防部的 都荒谬 引用错误的法律 我就问他 你一定要哪一条法律 哪一条宪法 如果 国防部错的话 谁负责啊 国防部搞错了 那谁负责 你说啊 谁要负责 就是他们总是有承办人员嘛 是部长来负责 还是总统来负责 就是看 谁是那个 看案件本身嘛 案件本身的性质的话 当然是国防部要负责 国防部要负责嘛 所以 如果搞错的话 法办人要法办高法处啊 对不对 不是要看他 难法嘛 他当时 当时的 如果有错的话 今天如果 如果林立夫提出示线的话 结果后来 决定是 林立夫对的话 那谁 那谁要负责啊 是不是要换高法处要负责 所以你自己要办人员之前 你自己要搞清楚嘛 对不对 你搞不清楚 亂办一通 所以标准不一嘛 因人设事嘛 对不对 如果是投底的话 你把投底的定理讲出来 台湾现在多少人是投底 你们要办 这些退休的将领 你还领 退休放了你 你会办 所以 你们看到这种新闻 你们就要站出来讲话 至少还内部要讲话 不能这样乱乱话 对不对 这个国家的体制 国家的政府的一个微信在哪里啊 你现在搞一个林立夫 来树立你新人的 树立新人的军威 其他为什么不办 很奇怪耶 奇怪你办的话没有要讲 那就更应该办 我要凸显的是说 公共部只顾面子啦 不要理直啦 今天很多事情啦 这是个案而已啦 阿伯的事情也是这样子啦 所以你话不要讲太满 所以我们的这个法院的法官都没有颜色 我跟你讲颜色很深啦 讲讲不完啦 要 敬畏耶和法是智慧的开端啦 你今天说敬畏耶和法 你心中有人名的话你就不会这样讲 太多的台湾对施法的信任是最低的啦 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一直讲 我也不是本委员会的委员 但是我真的很期待你们说 为台湾做一点事情 对不对 不要认为已经理想大国 在法律的面前我们都实现了法律的理想 还大距离啦 谢谢